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步主要是先把骨头焯一下水 把血泡汁煮出来 那大家看啊 在锅里面水开了过后就有很多的这种血泡沫 非常的干 就把它盛出来 等彻底把这个血水穿出来了过后呢 现在把这个骨头捞出来 用烙烧 现在再用凉水给它洗一洗啊 把它洗干净 因为刚才焯水的时候它还是难免会有一些那种泡沫粘在这上面 来 准备一口砂锅 现在在锅里面加的是两个清水 水要加多一点 它以致性要把水果加多 现在把骨头重新放回这个砂锅中 摔上这个生姜 稍加一点饼就在这里面 好 开大火 烧出肥乎 这锅中 随开了过后 拿拼 shoulder 还是会煮出一些泡沫 那边我们要把这个泡沫 完完全全的打干净 极到切 一定要打干净 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边煮边打 开大火给它煎戀 Golola 少哥 vão按照 要把这个汤烧容易烧别 看到这个锅中汤汁 49 子 开始变别了 我们就关键小火 我们现在就改上锅杆 小火满炖一个半小时 利用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来处理萝卜 这个萝卜去皮 把萝卜切成滚刀块 为什么要切滚刀块呢 如果去滚刀块的话 更容易出味 这是玉米啊 我们把这个玉米改下刀 好 我们已经炖了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 再解开锅盖 这时候我们放点橙皮 玉米 来几个大葱 再把萝卜倒进来 西方的还可以摔几颗狗几斤 这里面我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萝卜一定要有橙皮 放几块橙皮进去 它灯出来的汤 萝卜 肉 吃起来的味道都完全不一样 相当相当的舒服 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吃 很过瘾 锅中的水也开了 我们现在转成小火 然后继续盖上锅杆 再继续等个半个小时左右 时间差不多喽 揭开锅盖 好香啊 煎菜还有一个萝卜 等好没 看到 用筷子 轻轻给它一擦 就擦进去了 说明这些萝卜就等不好了 这时候我们给它来点盐和味精 吃不了味精的可以不要 现在把它在锅里面稍稍翻一下 翻匀 哇 那这绿色的东西给它点缀一下 就可以了 一道鲜香炉 暖化干肠的桶子 你学会了没有 喜欢的点燃 长安点燃三秒 有惊喜发散 人都是比较坏酒店 曾经以为最品尝的东西 现在想来才是最珍贵的 就像今天这道堂 在那耀圆的以前 或许我们并不珍惜 但熟练 熟识良好的今天 重新品尝到这个味道 这是一份感动 感欢 感伤 也是一份传承 远天下老人 都身心健康 我是厨子 下期见 这真的就是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但是我妈炖汤 就是炖出来的这种味道 舒服 过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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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